憧憬的話 我想他之前都說了 就是1加6加N 我想亞利今年或是明年 這一年半一定會有很多消息的 之前你無論是老頭寫也好 消息人士也好 總之亞利是有很多消息的 我想他的分拆這件事 你見到這段時間 很多不同澳門的管理不斷地轉變 我想他之後一定是分拆的 這件事會不會釋放價值呢 我自己傾向是會的 因為你大家都知道 你對一間公司的估值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綜合性的企業 一定是有折讓的 如果你說真的能拆到再分拆一點的話 加上市場如果有些改善 加上亞利本身可能也會有些改善 好像你說亞利對上一份季跡來說 這個星期他都有月跡的 今年第一季和上年全年 亞利你看到上一季 第四季那些 其實他的經營利潤率 其實對比再前一年 其實是由單位稅去到 好像我記得是14% 你都看到 不斷地改善 大家會看看會不會有些明顯的改善 還有亞利呢 其實我覺得估值真的算便宜的 特別呢 因為亞利這些公司相對之後 我覺得比較穩定 其實你可以用那些 我想這裡很多觀眾都比我厲害 譬如那些叫Fee Cash Flow的 Yield的角度 那些什麼不同的模特兒 什麼Discount Cash Flow 那些其實你去看什麼自由現金流 那一堆東西 其實你去看那些用那些模特兒的估值去估 其實亞利真的算比較便宜的 所以我自己都挺好 但是我覺得升的幅度要慢慢升 都是看回82元這個水平 就是上個星期所說 我想不要看著 不要看著 步驟步驟 當然82元那些 當然是我自己的一個目標價 但是我覺得先看著100元 就是一些整數關口位 還有你最重要看到80元這些位 會不會有一些 一直都受得住在技術上 技術上是有少許相抵的 還有你都有一些譬如 像孫正義 是不是逐步開始都沽了 沽壓都 因為你看到他沽 他一定有沽完的一天 這樣的話 你的沽壓都會比較小一點